教育部坚持不撤回高中微调课纲 北区反课纲高校联盟抗议活动再升级 号召了全台的高中生 从昨天下午的三点钟一直到今天的傍晚包围教育部 学生们把募集而来的教科书丢在教育部前面 也在白布条还有地面上写上他们的诉求 要让政府知道学生觉醒的力量 在假期的巨马与层层警力前高中生们再次怒吼 他们不解为什么从最开始串联反课纲到现在 教育部的回答始终跳针就是不愿撤回 但是今天我们花1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去学习一个 磨灭实时 磨灭我们的教育真谛的东西 但是学生不可以接受的 把募集来的教科书堆成一座小山 放在部长吴思华的人行力排前表达拒绝诉求 不少学生还专程带课本来丢 教育应该是为了思考而培养思考能力而存在的 像现在我是将教育机关 教育当局所压迫我们这些东西 我将它退回给教育部 课纲尾条是非常不必要的 因为久久课纲还没延续完 我是今年的指考考生 所以我是觉得说你将课纲尾条后 他们所认为的争议性的考题不考 是教育部认定不考 还是我们认定不考 除了台北的学生 新竹 宜兰等地的高中生也到场申源 每个人在教育部外墙铺起的白布 写上自己的心声 有一个大中国的意识在里面 所以这是我不能接受 然后我觉得课纲尾条 只是一个很浅的诉求 因为我们教育还有很多问题 黑箱作业 而且为什么台湾史的编辑人员 都不是了解台湾史的人 许多民众也来为学生战身 北区反克刚高秀联盟估算 现场总共约有两百人 克刚再升级就算下起大雨 大家依旧专注听老师开讲 联盟说如果教育部 再不提承诺包围行动 要持续到明晚八点 和教育部办理的四场座谈会 一起结束 记者林小惠 神志明 SNG小组台北报道